你 混蛋 你竟敢对七七伤了手 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又本事冲我来啊 我就快能当你了 你以为你们这种手段 就能如愿以偿吗 我已经如愿以偿了 你对七七做的一切 我有还给你的 我等着 七七 才几点你就回来了 你男朋友是总裁 你也不能这样 翘班了吧 七七 我辞职了 你怎么了 和伯还闹矛盾了 是吗 我们分手了 谁信呢 好 你就先甩会儿小脾气 一会儿你的气消了 你就会主动给他打电话 你要是不打 我替你打怎么样 妈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 我会让渤海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给他吃馄饨 我还要让你爸去买只鸡 你们这些小年轻啊 谈个恋爱就像过家家一样 一会儿妈闹着要分手 一会儿妈又好的 跟糖果了蜜一样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这样 就是电视剧的套路 我十九岁那年 做了一个很美好很漫长的梦 梦里 我爱上了渤海 因为爱他 我成了更好的自己 也终于找到了爱情 这个梦 甜得就像个童话故事一样 但是梦 终究又醒来的那一天 是怎么能存在呢 你看我再走 你又是马葫芦 我两天都是牛油池 我现在是的 我也是你 这是怎么做的 我怎么做的 我这么做的 我只是把去做好 Aí咋的 你在干净 可是吃命的 渤海已经失去了 最重要的东西 接下来 我们就静候佳音吧 这007好不容易 才跟老板在一起 他怎么会提出分手呢 看不懂喽 你看渤海现在这状态 他该不会想不开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 去安慰他一下呀 就你这张嘴啊 不说还好 一说说不定 渤海听了你说的话 反而想不开了 那怎么办呀 我最讨厌他们这帮霸道总裁 一失恋吧 要么就惆怅地看着车水马龙 要么就一个人喝闷酒 我 我是不是应该 给老板准备点酒啊 去吧 我会让他们喝酒 我们一起喝 dumbbell 好多工作 我会让他们喝过 我会让他们喝乎 我会让他们喝点